据观察者网报道称 当地时间10月17日 彭博经济发布了其经济学家建立的最新模型数据 预测美国经济在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 已经板上钉钉 概率达到百分百 而这一经济信息对于美国总统拜登而言 显然是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遭受的一个重大打击 这一经济衰退概率模型 有彭博熟悉经济学家安娜黄和经济学家 伊丽莎温格建立 采用了13个宏观经济和金融指标做预测 模型显示 美国经济在未来多个时间段的衰退概率 都比此前的预测概率更高 其中到2023年10月的未来12个月内 美国经济衰退概率从上一次更新的65%升至了百分百 与此同时衰退提前到来的概率也在上升 这一模型预测 美国经济未来10个月内出现衰退的可能性 从百分之零升至百分之二十五 未来11个月内的衰退概率 则从百分之三十快速升至百分之七十三 此外彭博社对42位经济学家进行的另一项调查则显示 他们预测美国经济未来12个月内陷入衰退的概率 目前为百分之六十 同样高于一个月前预测的百分之五十 这些预测与美国总统拜登对于经济的乐观表态 形成了鲜明对比 在拜登看来 他重点关注就业增长是否强劲 正在忙于中期选举竞选活动的他 试图告诉美国人 美国经济在其政府的领导之下依旧稳定 不过彭博社认为 如今这些预测对拜登而言不是好消息 因为经济仍是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当地时间10月11日 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独家专访 他在白宫告诉CN主播杰克塔珀 自己不认为美国经济会出现衰退 即便出现衰退也将会非常轻微 在塔珀追问之下 拜登随后又表示衰退是有可能的 但他预计不会出现 CN认为 尽管外界对于美国经济的预测引发了广泛担忧 但拜登的发言表现出 他对于未来美国经济抵御衰退有着一定的信心 然而通胀高烧不退 美联储激进加息 外界对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预测与日剧增 多位经济业内人士已经接连发出警告声音 在9月28日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举行的投资者峰会上 全球知名对冲基金城堡集团CEO肯格里芬表示 美国经济将会陷入衰退 问题只在于何时发生 这一时间点最早可能会是明年 尽管他认为美国应继续实行货币索政策 但也坦诚美联储在意志通胀方面所能做的实在有限 当地时间10月10时 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也警告称 欧洲经济已陷入衰退 而非常非常严重的不利因素 可能会让美国和全球经济在明年年中陷入衰退 也就是6个月到9个月之后 美国银行预测认为 美联储继续大举加息 以意志通胀的举措 将导致美国经济从明年初开始 每月失去数万个工作岗位 路透社此前报道预计 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货币政策会议上 美联储还可能将加息1.2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美联储还将再有一次加息75个基点的动作 新的预测显示 到今年年底 联邦基金利率将升至4.25%至4.5%的区间 到2023年年底将升至4.5%至4.75%之间